车道从平直变弯弯上坡 道旁的灯也逐渐减少 最后我将车停到了道路尽头 地图里的正是目的地正是这里 时间总共一个半小时 附近的飞机除了小树林什么都没有 难道现在派在小树林等我 我下了车正犹豫要不要喊他 附近草丛里想起了我最爱的游戏主题曲 简直了 为什么我要遭遇这样的事 好想看看接下来怎么了 我被变态杀人魔盯上了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扯 但是这是真的 我还被托和他们玩什么勇敢者的游戏 还得一命通关 站在这深夜的荒郊眼里 听着草丛里催命的手机铃声 我只有一个想法 好想关机 喂 其实除了接电话 我们并没有其他的选择 你终于来了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那一夜 同样令人被挤发寒 经过变身器调整 却依旧带着细虐口吻的声音 绕过半个坡 又走了五分钟 我才来到派在电话里所说的庄园门前 路灯下红砖砌尘的墙面 隐约像是雪的颜色 精致的雕花 雕花铁 啊 是形容 身柔推去铁门 并没有锁住铁门 能应声而开 路上 后击的落叶每踏一步 无论是声音还是触感 都让我体会到 他们绝非一日而成 走进玄关 内部的空间 比我想象中还要大得多 淡黄的灯光 映照着夫子里 富里堂皇的张识 墙上挂着许多连 我连名字都叫不出的精致油画 大厅的左右各有一扇门 非紧锁 在大厅的镜头摆着一张桌子 墙上还有一块屏幕 屏幕里一袭黑衣 戴着帽子和口罩的派 正向我装开双手 欢迎来到Apple Mano 我靠在墙边 紧张兮兮的左右看着 解药 解药到底在哪里 还有一种特别的气场 即使隔着屏幕再次见到他 也不禁令我身体一阵站立 你好冷漠 屏幕中的派用手指了指下方 似乎是指屏幕下方的桌子 桌子正中摆着一个金属盒子 这是你最后的考验 而慷慨的我已经在箱子底 给你留了提示 等你做出决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正式见面了 祝你好运 等等我 我还没来得及跟派解释 说猥琐小学生什么的全是误会 屏幕里的信号就中断了 同时我身后传了咔哒一声 我跑回大门 一拧把手果然锁上了 该死 屏幕下方的桌子 洁白的桌布上摆着一个打开的金属盒子 里面缓缓 垫上静静躺着的五支颜色 不同的注射器 箱底有一叠手 一叠手写的笔记 第一章写着 智者的选择 在三次人里遇到什么淡特的事情 都让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翻到第二眼 解药 恢复 健康 毒药加速死亡 在这五支注射器里 蓝色是解药 他怎么可能好心告诉我答案呢 一定是阴谋 紫色是毒药 蓝色和黄色的内容是不同的 绿色和紫色的内容是不同的 红色是解药 PS 前五剧里 前五剧提示里有一句是真话 靠 不知道是被气的还是被毒性 已经开始发作 我觉得有点头疼 但是坚持着翻 坚持着看完 坚持翻 看到最后一页 五支里面解药的树木 比毒药的树木少 不骗你哦 大哥哥 五支里面解药的树木 比毒药的树木少 我需要冷静一下 看看这五支注射器 深深细口 开始认真思考 到底哪支才是真的解药 红色 蓝色 行 这些都我们开始做齐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词 蓝色和黄色的内容是不同的 然后和蓝色相关红色是解药 五支里面解药的树木 比毒药的树木 解药的树木比毒药的树木少 这个其实你一个一个都试一遍 应该也可以吧 紫色是毒药 有一句是真话 你不说是全主 这是一二五还是什么 蓝色紫色蓝色是解药 紫色是毒药 红色是解药 我们看好先把蓝色放在上面 蓝色是要蓝色和黄色的那种事情 蓝色紫色 蓝色和黄色 蓝色和黄色 蓝色和紫色的那种事情 蓝色是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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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假设蓝色是解药 蓝色是解药 这句是真的 那这几句都是假的 那跟蓝色相关 蓝色和黄色是不同的 蓝色和黄色是不同的 蓝色和黄色是不同内容 然后 再有一个 绿色和紫色内容是相同的 那黄色 如果蓝色是解药的话 这句是真的的话 那这句的话 就是黄色应该也是解药 但是黄色不是解药 黄色它已经用过了 所以第一句肯定不是 然后假设紫色的话 紫色这句话 如果说是真的的话 紫色和绿色的内容是不同的 那紫色和绿色的内容是相同的 紫色和绿色都是解药 然后蓝色和黄色的内容 还和紫色还什么 红色是解药 紫色如果说是真的 紫色是毒药 那就是绿色和紫色内容是相同的 绿色和紫色内容相同就两个都是毒药 但是这样的话就是 这个第一条是假的 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都是假的 红色是毒药 蓝色是毒药 然后绿色和紫色是毒药 黄色和蓝色就是相同 所以第二块是逻辑上说不通 然后蓝色和黄色如果内容是不同的 这条确定的话那就是蓝色是解药 蓝色是解药的话 蓝色是解药的话就本身和第一条矛盾 然后就看第四条 就第二三线都排除 第四条是绿色和紫色内容是不同的 那就是这条如果是真的的话 紫色还有这条是不同的话 那就是紫色是解药 绿色就是毒药 绿色是毒药的话紫色是解药 然后这两个是不同的 蓝色是毒药 红色是毒药 紫色的话是解 逻辑也不一样 绿色和紫色内容是不同的 就是绿色和紫色的话 紫色是毒药的话就是 不同的话它是毒药的话 它是假的 紫色是解药 绿色的话应该是毒药 所以只有一句话是真的 这只有一句话是真的 红色是解药 红色是解药的话 那就是紫色的是 紫色 红色是解药的话紫色就也是解药 蓝色是毒药 蓝色是毒药的话 黄色 黄色的话也是毒药 绿色的话也是毒药 其实这样子 把哪个表格列出来会好弄一点 你看我列个表格 圈叉嘛 就是圈叉嘛 不是 你把这个你知道是哪个 但是你把它全部都列出来吗 全部都列出来 你们不是可以好看一点吗 我找一下 再加一个窗口 这样可以吧 好 嗯 嗯 第一个要蓝 蓝色 紫色 黄色 绿色 红色 然后再插入 然后12345 然后蓝色是蓝色第一个是如果说是真话的话 那2345都是假的 以此为判断的话蓝色是解药的话就是 这样 第一个蓝色是解药是真的 然后第二句话紫色 是真的应该是用圈 然后呢紫色是毒药的话 它是假话的话 它是这句话是假的 那就是也是圈 它也是解药 然后蓝色和黄色内容是不同的 蓝色和黄色内容是不同的话 如果说是假话的内容是相同的 那它就是圈 但是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解药的数目比毒药的数目要多 所以这句话这个结果是错的 然后第二项紫色是毒药 紫色是毒药的话如果这句话是真的话那紫色就是应该给个差 然后蓝色是解药这句话的话就也是给个差 然后红色是解药 这句话是假的 这句话也是假的 那就是它也是毒药 然后剩下的就是黄色和绿色 蓝色和黄色是相同内容的话 那就是不同内容 那就是它是解药 然后绿色和紫色内容是不同的 绿色和紫色内容是不同的 它就是这样 这样的话等于是第二条说的通 我看看啊 确认一下确认一遍啊 它如果说的通的话最好多确认一下 蓝色是解药 假设第二条是对的 绿色和紫色内容是不同的 就是其实绿色和紫色内容是不同的 其实是相同的 然后黄色相关的话 黄色是说黄色和蓝色内容是不同的 黄色和蓝色内容是不同的 蓝色是毒药 那是这样的说来话 就是黄色是解药 紫色是毒药 我们再来一遍 我觉得就是能觉得正确的答案的话 其实我一般都会都会试图再把它多否定几次 多看看 蓝色啊 紫色是毒药的话 确定的话就是紫色是毒药 紫色的毒药是这样 然后蓝色是解药的话 其实是毒药 然后红色是解药的话 其实是毒药 蓝色和黄色内容相同的话 其实是不同的 蓝色和黄色是不同的 那就是黄色是解药 然后绿色和紫色内容是不同的 就是其实是相同的 绿色和紫色内容 其实是相同的是这样 这样的话就是第二条 然后说得通的话是这样的结果 解药的数目比毒药数目少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如果是真的话 那其他四个都是假的 就是蓝色解药这一点是解药 然后紫色是毒药的话 这些就是假的 然后反过来 红色是解药的话 就是毒药反过来 然后再看 就是蓝色和黄色内容是不同的 就是这点是真的 黄色和蓝色内容 黄色和蓝色内容是不同的 那黄色就是解药 然后就是绿色和紫色内容是不同的 绿色和紫色内容是不同的 这点是假话 就是相同的 这样的话就变成了 三个解药两个毒药 所以这一点是说不通的 然后第四 绿色和紫色内容相同的 这一点前提下的就是说 蓝色紫色和红色 都是反过来的 蓝色是解药的话 就是它就是毒药 红色 紫色是毒药的话 它应该就是解药 然后最后红色的话 最后红色的话是解药 那它应该就是毒药 对吧 然后绿色这一点是确定是真的 绿色和紫色颜色 绿色和紫色内容是不同的 绿色和紫色内容是不同的 它应该是毒药 然后这个黄色 黄色和蓝色内容是相同 是不同的 对 然后内容不同是相同 黄色和蓝色是相同的 就是毒药 这样的话就变成紫色 然后第五 红色是解药的话 是真的话 那它应该是圈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一下 第四个 这次第四条 我要重新看错 看一下 第四条我要重新看一下 再审一遍才能像二一样确定 蓝色是解药的话 就是第四条先确认一下 然后先从五吧 要不然容易和 红色是解药 那它就其实是毒药 然后紫色是毒药 它其实就是解药 蓝色是解药 其实就是毒药 然后绿色是 第四条是真的的话 绿色和紫色内容是不同的 绿色和紫色内容不同的 绿色就是毒药 然后黄色和蓝色内容是不同的 就是黄色和蓝色是相同的 就是毒药 再看一遍吧 先把它写下来 然后等会重新审一遍 重新审一遍 然后最后一个是五 红色是解药 是真的 另外两个是假的 然后一和二 毒药的话它是解药 然后它说解药的就是毒药 然后再推这两个 黄色 黄色和蓝色内容是相同的 黄色和蓝色内容是相同的 然后绿色和紫色内容是相同的 就是毒药 所以这个是错的 然后我们再把二和四再看一遍 二和四再看一遍 二在这再重新写一遍 四在这再重新写一遍 然后先试看二 第二条如果是真的话 紫色是毒药 紫色是毒药的话 它是真的那就是差 然后解药是假的 一是假的 解药的话它是假的 然后红色的是解药是假的 然后这两条也是假 第三和第四也是假的 这样看来的话 第三条蓝色和黄色内容是相同的 蓝色和黄色内容是相同的 绿色和紫色内容是相同的 绿色和紫色就是全是差 就全是毒药 这个就说不通 那应该就是 第四项 就应该是紫色 应该是这样 有问题的是注射器 有问题的是注射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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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先顾一下 到底哪个才是这区难 如果没有解药 那解药又在哪里呢 因为我拿起红色注射器 我还像自己不 嗯 手上的金属箱子 砸上他的脑袋 一身脑袋白色注射器 就从他手中滑落 怎么做到的呢 为什么我要遭遇这样的事 医学神童 大黄牛怎么了 这两个居然是关联的 厉害了 最后一战 被鼎鼎大名的变态杀人魔 派玩弄于鼓掌 还能死里逃生 这恐怕是我人生中 包括未来的最高成就 本想报个警 然后尽快回到正常生活中 却发现自己 把事情想得太简单 警方接到我的报案后 很快派了警察 带我去调查取证 但搜查结果却令人丧气 连夜的暴雨和山体滑坡 早已冲掉我和其第一次 派第一次相遇时 留下的所有痕迹 囚禁我的废墟库 属于一家 早已倒闭的钥匙厂 钥匙 仓库里除了我的指纹 也没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 而苹果庄园的大门紧锁 根据政府记录在案的信息 庄园的主人从好几年前就不在国内了 也没有搜查令 也不是 是不能进入庄园的 更人丧气的是 我在警局厕所大号时听到的对话 那个五月青年不按 却不愿意告诉家人 会不会有问题 是啊 他讲的事情也太离奇了 派可是连拳击手都可以轻松 搞定的连环杀人犯 怎么可能会失手让一个家里蹲逃掉 我印象最深的是 他说他听到派的声音 还说他的声音像什么吸血鬼 哈哈笑死我了 搞不好是独有 现在很多家里有钱的年轻人 不好好工作 天天搞三搞四 你有时间去调查一下他 那他报的案呢 就跟他说我们会继续调查 反正就那一套说法 总之我们信 我们不要理 派的案子又不是我们负责 别吃力不讨好 我蹲在马桶圈上目瞪口袋 我以为只要报警 我就能顺腿摸瓜抓到派 至少能 他能 至少能向我提供保护 而现在 我对这些烂警察的想法 只有失望至极 以及失望至极 还有失望至极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 我就证明给你们看 我黑进苹果庄园的监控系统 庄园里果然空无一人 一切都被派清理得干干净净 正打算从监控系统里 退出清理入侵痕迹的时候 我意外发现储存器里 还发现了一些一段 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视频文件 下载 播放 原以为是什么关于我的录像 而实际播放的 只有短短几秒的短视频 我大声叫一声 吓得摔碎了自己最爱用的 黄老爷马克杯 更糟糕的是 这个视频让我想起了 上次快就是趁我在家里睡着时 把我带走的 就像现在我在家 就在家里的我 像是一只带宰的可悲羔羊 报警 别开玩笑了 大概只有我变成尸体的时候 他们才会认真起来 离开香港 那不就跟当初离开北京一样了吗 事到如今 我不得不承认 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loser 高三时 我有一个超级喜欢的女孩 那时我敢跟踪 偷拍 写信 却不敢面对面 跟他告白 结果偷拍的照片 还不小心被曝光 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还记得被照片被曝光的那天 有两个低年级的男生 找他麻烦 我鼓起勇气拦架他们 想着教训教训他们 结果被拖到了自行车 喷暴打一顿 那大概是我目前为止的人生里 做过最勇敢的事情了 我太弱了 我没有办法帮他赢得比赛 我看不懂画展 我没有在他被坏人拐走的时候 保护他 我没有在他因为 王长岩晕倒的时候 送他去医院 就连教训学弟这么简单的事 我都做不到 他怎么可能会喜欢我这样的人呢 后来我再也不敢想 再也不敢想告白的事情 毕业会就逃回了香港 那之后也是 阿爸介绍了工作 全都辞掉了 我也不是不喜欢阿爸介绍了工作 而是怕工作时做错了事被阿爸知道 被阿爸骂 结果自己也没有努力去找工作 就变成了家里蹲 游戏之所以能那么好玩 也不过是因为游戏无论输赢 自己都不必承担什么责任罢了 我永远都在讨好 这一次我又要逃到哪去 难道还能逃到虚拟的世界里吗 我死死盯着派给留给我的那几个字 五个小时 从正午直到傍晚 直到我下定决心 我深吸一口气将报纸扔在地上 几分钟后 我也做好了一段事情 上面同样只有几个字 上传 之后三天 我收集到了网络上所有的关于派的资料 从论坛上补分桌椅的留言 到香港警察部署的重案组的内部打印资料 打案库 我像美剧里的侦探一样将这些资料打印成扁签 拎在图书板上 然后细线把线索筑成一关联 派选目标的共同特征 一有肆虐倾向 二男性 三某种意义上的变态 派的作案习惯 使用刀 在被害人常在的地方行凶 例如家里工作场所 目的是尽快被人发现 以起到警示作用 三 犯案选在避人耳目的时间段 如果没有符合的时间 或者该段时间过短 则选择在其他地点行凶 事后将尸体运到原先选定的地点 四 根据被害人犯下的罪或者特有的喜好 在杀害之前或之后 一定会进行某种仪式 为了让受害人体验到更多的痛苦 尽量选择在杀汗前进行 行凶之后一定会对犯案现场进行彻底的清洁 一定会在现场留下自己的符号 看是一个有耐心又细心 还很聪明的人 只要我一直在家里蹲的话 他一定会做好万全的准备来我家找我 而我需要做好的就是比他更万全的准备 我开始足不出户 每天只靠叫外卖为真 每次叫 每次外卖送来 我都让送 送餐小哥把餐放在门口 等确认门外没人时才打开 顺便把家里的垃圾打包扔在门外 有好几次我听到楼下有阿妈骂我缺德 竟然将我垃圾丢在过道 竟然将垃圾丢在过道 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如果我下楼丢垃圾 一定会被派找到机会杀死我 如果我不丢垃圾 万一派半年后才来 被他杀掉前 我就会在 我就先 我就先会被家里堆成山的垃圾挤死 生死攸关 我可不想因为 成为香港第一个被垃圾凶死的人而出名 我没有忘记在家里安装全套自制防盗系统 就连睡觉时手上都要拿着小刀和仿廊喷雾 这样的生活总共持续了两个月 今天是星期二 我和往常一样叫了外卖 在电脑前一边看动画一边等着吃饭 公寓的门铃响了起来 金石器映出了毕书客的外卖小哥 上来吧 把餐放在门口就可以了 我的肾上腺素飙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两个月来 除了毕书客 我没吃过别家的外卖 离我家最近的毕书客总共有28个员工 其中负责送卖卖的总共7个人 大作妮玛 王叔阿特杨阳 以及其实是厨子带 偶尔客串一下的一姐和风哥 他们的资料我早已烂熟于心 就连一姐脸上的 皮 什么 这个字面上了 什么 褶子还是什么 离嘴角几厘米 几毫米计都进得清清楚 而楼下这些人 眼角有质 皮肤白嫩 明显不是那七个人中的任何一个 比如说毕书客因为生意不好 已经两年没进新员工了 店长老陆更是更讨厌年轻帅哥 没理由雇佣这样一个新人 我打开监控系统 做了点手脚 PDA上显示出了当年 针孔摄像机拍到的画面 画面中 我从电脑前站了起来 走进卫生间 画面切换到卫生间 我开始脱衣服 然后跨进浴缸 拉上浴帘 画面切换到玉帘内 一丝不挂的我 打开 连盆头 开始冲澡 但画面外 我仍坐在电脑前 回想起我与 拍 回想起 拍与我玩的那几场游戏 我有失足的理由相信 他也蛮懂黑客技术 搞不好 他在楼上的时候 手上也正拿着一台PDA 和我看着相同的画面 我拿起刀和防狼喷雾 来到卫生间 打开棉盆头 拉上浴帘 然后转身走向 放在角落里的脏衣楼 这个脏衣楼 是我特地为今天准备的 体积比通常的脏衣楼 大上好几倍 所以藏下一个人 我突然感觉自己 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伸手脏 伸手 伸手打开脏衣楼 屌 有不搞错 每次换下脏衣服的时候 我都随手丢在脏衣楼里 想着过段时间就洗 没想到两个月过去 衣楼竟然装满了 被装满 糟糕 如果把脏衣服堆在地上的话 一定会被派察觉出不自然 哎呀 以前石头老是吐槽我 现在真的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此时派应该已经站在我家门口 正在掏出钥匙了 怎么办 卫生间还有什么 马桶 这里能藏人吗 就在这时 厕所的门被缓缓推开 拖着披萨的派站在门口 与我四目相对 他顶了顶头上的 避书和鸭舌帽 对我露出绅士般的微笑 好久不见 黄冷珠 我既然忘了手里还有刀 只傻傻地举起防狼喷雾 但是他逼我 更快一步拿出一罐 不知什么的东西 碰在我的脸上 怎么会这样 我费尽心思 等待了这么久 居然还是行差打错 难道我命中注定 要死在他的手里吗 当我意识回到 再次回到这个世界 快正站在我面前 这一次他没有 做任何变装 没有戴口罩 也没有用变身器 你一定以为 我会在你家里杀死你吧 之前你陪我玩游戏 让我觉得很愉快 所以让你这么死 死得很可惜呢 因此这次 我为你准备了 更大的游乐场 不大的房间 摆着各种恐怖的 道具和装置 这一次的游戏 是Netmare级的 噩梦级 对于流浪喵来说 喝一口是 喝水是一大难题 马路上的积水 是绝对不会考虑的 看起来就脏脏的 鱼店里鱼缸里的水 倒是不错 但如果喝的时候 被店长发现 一定会被赶走 而且除了这些外 还有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就是人类称为 马桶东西里的水 马桶里的水会缓缓流动 会流动的水是最好的水 每只流浪猫 都有习惯喝水的场所 我也一样 离商店街不远的地方 有一栋很大的建筑 在那里出入的人类 大部分都穿着制服 一些人见到彼此还会行李 说起来 为什么人类要通过手指 戳自己眼睛的方式 来表达敬意 尊敬呢 就在这栋建筑朝南的一面 一层有一扇小窗户一直开着的 我常常从那里钻进去 那扇窗户里就有一只马桶 如果从马桶对面的小门 向下钻下去 还可能看到更多马桶 这些两条腿的猴子为了拉开屎还这么大费勾章 实在太浪费了 今天晚上我也和往常一样 从一层的小窗溜了进去 厕所里很安静 从窗口还能看到月亮 光线超棒 我站到马桶圈上开始喝水 我一头栽进马桶里 马桶盖光的一下就盖上了 我一跃而起 碰了一下 我的脑袋撞到了马桶盖 但没有使马桶盖弹开 我已经岁数大到 连债都站不稳了吗 睡快来救救我 马桶里漆黑一片 我绝望地将手从马桶盖下面的缝隙 伸出去摇晃着 希望能有个好心人来帮我 然而厕所里能听到的 除了我就只有苍蝇飞的动静 难道人类已经下班了 我渐渐失去了扑腾的力气 厕所再次恢复了宁静 想想那些曾经被我瞧不起的家猫 如果在家里跌进了马桶 这时一定已经被主人救起 洗个香喷喷的澡 窝在温暖的毯子里了吧 没准主人为了安抚他 还会放上音乐给他唱歌呢 我小声地给自己哼了几句 发现没在吊上还是闭嘴 前所未有的怪事发生了 当时我太着急一脚踩进马桶里 是整个人竟然被吸了进去 截着一声巨响 周围变得漆黑一片 虽然从科学的角度 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释 我的身体缩小了 今日起誓魔王 身体贴着冰凉又滑溜 还有一点弧度的瓷壁 将我的身体和墙壁粘起来 好像是尾巴之类的物质 还不断地散发出臭味 好像是尾巴之类的物质 还不断地散发出臭味 我还没有履行思绪的时候 身体开始加速向下滑去 然后噗通一声 这种感觉 像是从高楼坠入大海 带着异味的水 瞬间充满了我的口鼻 此时无论我在哪里 差别都不大 因为我不会游泳啊 怎么会这样 我费尽心思等了那么久 既然还是醒了 反正是死了 一个大叔一边打着电话 一边打电话 一边推门进来 站到马桶上的我 愣了一下 随即推开旁边 隔间的门走了进来 大叔一边使用马桶 还一边打着电话 这两天 这两天盯紧点 如果立刻给我打电话 我正打算继续喝水时 窗外响起了呜呜的声音 像是人类制造的机器 发出来的 厕所的窗户 也随着这声震动下来 刚震两下 抬起的窗板 竟然自己落下 关起来 不妙 但是我大黄的运气 就是这么好 隔壁的大叔 刚好拉完时 举着电话 正要往外边走 我机智地跟在他身后 离开了厕所 我已经岁数大到 连站都站不稳了吗 谁快来救救我 喵喵喵喵喵 就在我被关进马桶里 快被吓到血 尿失禁的时候 一个人类打开了马桶 什么鬼 哪来的野猫 这个中年人 嫌弃地抓住我的后脖颈 从我进来的窗户 又把我丢了出去 本来以为 我会落在柔软的草地上 没想到 外边不知什么时候 停了一架 人类制造的金属机器 我的前爪 抓在机器上 险些断掉 可恶 要是年轻的时候 一定可以完美落地的 我揉了揉爪子 正准备离开附近的时候 意外见到了好久没见的 黑色 黑 黑子 黑子沧桑了不少 没见几年那么威风了 他说现在已经不在乎 人类更喜欢猫还是狗 狗还是猫了 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事 他还说 空地的暖水管 现在被一只叫 急急的臭猫占了 那只猫特别贪吃 还经常叫别的猫来 找东西给他吃 不带贡品 就不让进空地 现在空地 老是飘着一股死老鼠的味道 就因为这个 在附近生活的人类 找了流浪动物收容 流浪动物收容所的人来 已经抓了好多野猫 你也要消 黑子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个网子套了起来 一个一胖一瘦的 两人穿着制服 手里拿着麻袋和补套 就在离我 只有一米远的地方 我顾不上前爪受的伤 拼了老命 爬上离我最近的一棵树 然后沿着屋檐逃跑 才得以幸运逃脱 黑子 再见了 不行 还是得按计划来 我掏出一半的衣服 扔在一旁 钻进脏衣楼里 透过一一楼的缝隙 开始观察外面 一个瞬间的门被推开 一个虽然消瘦 却充满吆喝感的身影 走了进来 我屏住呼吸 紧紧握住刀子和防狼喷雾 幸运女神与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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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缓缓蹲下 凝视一楼的缝隙 表情有已 变成确信 好久不见 幸运女神又一次抛弃了我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大叫的从脏烟龙站起来 用手中的刀向她刺去 派轻轻地将披萨挡住 用披萨挡住我手里的刀 那里面装的恐怕不是披萨 而是金属之类的东西 它早有防备 他的另一只手 举起一块不知什么的东西 困在我的脸上 怎么会这样 我费尽心思等了那么久 G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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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全有产笑 安全有岩 能及产求 他的与点 殷航 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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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呵呵 什麼鬼 我來看你 對你有什麼東西 我來看一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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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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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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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